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养子造型变了不少 穿裸色薄纱裙配丸子头 气质好简单打扮都挺美 裙装这种专属于女生们的搭配提升出来的魅力无时不刻的不再改变着 靠着这种裙装的修饰与提升 即可以让自己有强烈的尬气感 也可以让自己甜美的像一个小女孩 然而女生们想要展示出这么多方面的魅力的话 裙装的选择是一定要学会的 养子的裙装穿搭就真正的做到了风格的改变 女生们可以学学养子的穿搭技巧 懂得时尚的人永远都不会把自己的穿搭放在一种风格之上 通过穿搭可以看得出来养子造型变了不少 穿裸色薄纱裙配丸子头 气质好简单打扮都挺美 虽然说全身都没有过于大气张扬的穿搭方法 反而是在简约低调之中让整个人的美看上去充满了一种内敛 而且这样的简单是养子看上去充满着一种轻松活泼的少女气 就算是裙装这样的高级的单品 女生们在选择的时候也一样可以选择一些简单的款式 这样会让风格变得简单起来 而且养子身上仍有孩子气 丸子头绣出额蛋脸 配薄纱裙看着真甜美 这种天然的少女感是整个人表达出来的甜美丰会更加的充分 也进一步的为养子简单的裙装穿搭带来了一些高级的提升 整条以白色设计为主的裙装穿搭 让养子看上去有一些轻松而又自然的感觉 尤其是整体的白色不是那么太亮丽 反而选择了一种灰白色 这样的色彩让整个人表达出来的甜美气息会更加的充分 让裙装的简约舒适为养子的少女心带来了一些增强 是这个人表达出来了青春的特点 进一步的为养子修饰颜值做出了一些帮助 而且V领的设计是裙装采用的一个比较鲜明的设计了 但是小V领的设计融入完全是为了增加一些吸引力 是养子的裙装看上去能有一些迷人的地方 最重要的是全身都采用一个刺绣的设计方式 增加了很强的高级感 是整个人表达出了一些天然的少女气质 裙装在简约低调的风格之中增加了一些大气方面的表达 而且整条裙装除了束腰之外 其他的部分都以宽松为主 这样宽松的设计让整个人还能表达出一些身材上特点 因为宽松性的裙装对于女生们身材的包容性是非常强的 让女生们不会因为身材穿出错误 这样不会直观地表达出身材的搭配 让女生们可以不用担心身材上的缺陷 让女生们可以完全地把气质全都放在修饰风格上 不会让整体受到身材的影响 1.少女印花裙 印花的设计是女生们可以重点利用的一种 尤其是具有着少女新定义的印花 这样的设计让女生们展示出来的风格魅力会显得非常的甜美了 在整套以白色为底的裙装当中 更具有诱惑力 这样不利于少女新的表达 除此之外 裙装在设计的时候还采用了一个模糊定义非常强烈的材质 朦朦胧胧的感觉让女生们还穿除了一些诱惑力 使整个人的风格显得更高级 同样都是印花的设计 但是在印花之中 碎花是一种比较独特的存在 通过碎花的设计 靠着密密麻麻的排列 让女生们展示出来的风格能多一些高级的特点 而且在碎花之中展示出来的气质还能充满一种活泼的特点 让女生们整体的风格都显得非常清新自然 根本就看不出气质上的强大 更有利于女生的展示出青春的气息 而且整套碎花裙在设计的时候 还采用了一个波浪裙摆的设计方式 一层套着一层的裙摆 让女生们展示出了搭配的层次性 同时 让碎花裙带来的轻松感更加的明显了 除此之外 靠着这种穿搭上的高级 让女人们看上去不会太低调 尤其是印花密密麻麻的设计感 让女生们不会显得有多么的强势 反而是让风格在低调之中显得高级 3. 礼服裙 对于女生们来说 没有什么样的裙装能比礼服裙 还具有着高级定义的搭配了 在正式场合之中 礼服裙的选择能让女生们成为全场的焦点 而且对于礼服裙表达出来的风格和气质是 能让女生们变得更有说服力的气质 在这样的高级的表达之中 让女生们重点突出了自己颜值的高级 也让整个人的魅力强大起来了 整条礼服裙设计上荧光蓝色的设计为主 这样又靠着色彩与材质上的高级 增加了一些吸引力 让裙装展示出来的亮度非常的强烈 这样的高亮度能让女生们的风格显得很充分 同时亮度的提升对于女生们展示出来的风格还有帮助 而且抹胸的设计还增加了一些诱惑力 使女生们的风格从多个方面表达出来 具有完美的风格定义 杨子的裙装穿搭可以 可以让整个人甜美的像一个少女 又可以想让整个人高级的像一个公主 不同风格的穿搭对于杨子的风格体现都是比较非常完整的 所以女生们也可以按照杨子的这些穿搭结合来搭配出属于自己的裙装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字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 谢谢大家